这本写的是宏图大赞 肥豪写下提强化 连生活泼大年初一来到台湾 累脏四在新春的第一天 现场作画与民众同乐 捏兔宝迎接金兔年的到来 宏图大赞 好运年年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生日生日健康 发送吉祥如意开云的红包 为新春祈福 连生活佛如盛宴也传授招财秘诀 红柴绳一般是用红萝卜 白萝卜也可以 要带着叶子 萝卜的叶子 就是等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财库 初二跟十六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 你可以从自己的家门口 走出来 捧着这个祭宝瓶 那走出来以后呢 向北方 走八步 然后 接财神到我家 念了三遍以后呢 再转身 再往回走 把这个聚宝盆 放在 这个财库位 这样就可以了 新春赢财神祈求好兆头 期盼大家兔年 裁员滚滚来好运一整年 在新闻秋瑞 杨南投 采访报道 南投草屯 雷藏寺大年初一 举办新春祈福法会 真佛宗创办人 联生活佛 卢盛宴 现场作画 祝福大家兔年 土飞猛进 大年初一早 雷藏寺外挤满民众 一起参与联生活佛 举办的祈福法会 今年是兔年 联生活佛也当场画起 应景的画作 兔子莲花池塘和鱼 鞋字曲鞋音 土飞猛进 年年有余 兔子是最平和的动物 那希望在这一年呢 大家都能够 很平安的渡过去 除了画画也现场挥豪 还跟小朋友们 一起捏黏土 捏自己喜欢的 素食造型 新年求好运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要怎么迎财神开运 习俗上大年初四 是接财神的日子 不过联生活佛说 今年初二跟十六 早上八点到九点 是最佳时刻 而且招财物就是聚宝盆 从自己的家门口 走出来 捧着这个聚宝瓶 那走出来以后呢 向北方 走八步 然后 接财神到我家 念了三遍以后呢 再转身 再往回走 把这个聚宝盆 放在 这个财库位 雷藏寺的财神殿 主神是红财神 喜欢的食物就是 带叶的红萝卜 因此不少民众 也都拿着带叶红萝卜 来供奉 祈求财源广进 连胜活佛 也特地发送 吉祥开运红包 要让大家一整年 好运连年 东森兄位 红青在南投采访报导 农历新年的到来 联申活佛卢盛宴 在大年初一 前往台湾雷藏寺 亲自为民众祈福 跟民众一起动手 做兔子玩偶 而且发送开运红包 同时在现场 辉豪作画 祝福信众 在新的一年 事事如意 好运连连 在信众的迎接之下 联申活佛卢盛宴 发送限量 兔年开运 几箱红包 让信徒 战喜气 受疫情影响 联生活佛卢盛宴 睽違三年多 在与大年初一 清零台湾雷藏寺 与民众一起动手 捏土宝藤了 同土大展 好运连连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卢盛宴在现场 回考画画 除了为民众祈福 还加码分享 如何在兔年 赢财神开运 初二跟十六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 捧着这个祭宝瓶 走出来以后 向北方走八步 然后接财神到我家 念了三遍以后 再转身 再往回走 兔生活佛 亲自出席大念初一 开运活动 就是要为新的一年 望福 望财 望寿 让来祈福的民众 可以好运连连 裁员广进 记者总裁报道 在大年初一这一天 大家涂回猛进 大家涂回猛进 红图大展 这个兔年平安 连生活佛 连生活佛 卢神燕在睽違三年多返台后 于大年初一 清零台湾 雷藏寺 现场画下在兔年的第一幅画 为民众祈福 同时现场教学 简单实用的 银财神开运法 初二跟十六 早上的八点到九点 捧着这个祭宝瓶 走出来以后 向北方走八步 然后接财神到我家 念了三遍以后 再转身 再往回走 不只画画 祖神燕在现场辉豪 同时亲自与民众动手捏土宝 发送限量 兔年开运吉祥福包 与所有信众一起同乐 丰富大展 好运连连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丰富多样的活动 就是要让新春来祈福的民众 可以裁员广进 好运连连 记者组合报导 大年初一一早 雷藏寺外挤满民众 一起参与连生活佛举办的祈福法会 今年是兔年 连生活佛也当场画起应景的画作 兔子莲花池塘和鱼 鞋字曲鞋鹰 土飞猛进年年有余 兔子是最平和的动物 希望在这一年 大家都能够很平安地度过去 除了画画也现场辉豪 还跟小朋友们一起捏黏土 捏自己喜欢的素食造型 新年求好运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要怎么迎财神开运 习俗上大年初四是接财神的日子 不过连生活佛说 今年初二跟十六 早上八点到九点是最佳时刻 而且招财物就是聚宝盆 雷藏寺的财神殿 主神是红财神 喜欢的食物就是带叶的红萝卜 因此不少民众也都拿着带叶红萝卜 来供奉祈求财源广进 人生活佛也特地发送吉祥开运红包 要让大家一整年好运连年 东森星位红青在南投采访报导